跨性别人要在社会立足并不容易 如果要让这个饱受歧视的群体 担任庄重严肃的主播更不是常见的事 可见巴基斯坦这个穆斯林保守国家 比许多国家走在更前方 身为男儿生的马列虽然只是21岁 但年纪轻轻的她如同其他变性人 经历了有别于一般人的成长岁月 马列从小就想成为女性 然而在社会风气来得更保守的十几年前 总是被身边的朋友和同学嘲笑 高中毕业后还被父母赶出家门 从此展开艰难岁月 但马列深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从事新闻业 于是先到美容院打工赚学费拿文凭 她这个月初才在一场时装秀的T台展露头角 成为第一名变性模特儿 之后被拉荷尔一家私人电视台录用 成为实习主播 上个星期五正式播报傍晚新闻 电视台同事起初并不同意录用马列 但在电视台经理堅持下 马列从此走进摄影棚的美光灯下 引起巨大回响 而她的努力更鼓舞电视台 准备录用第二名变性人职员 马列希望能以个人的事迹 启发更多人 性别不是追梦的障碍 巴基斯坦政府去年通过司法改革在身份证件性别栏增加第三性 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 能接受变性人 像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 当地同子军就录取将近一半跨性别者 只是在保守地区 跨性别者依然只能靠卖淫为生 人权组织点出 东北部城市经常发生变性人遭到袭击事件 至少55人不幸身亡 大阪多远